有粉丝问我这鸭子会被毒死吗 不会 因为这鸭根就不是毒蛇 这是一条草腹链蛇 是一种花色非常漂亮的无毒蛇 就算是毒蛇 鸭子在没有被咬的情况下 直接把蛇吃掉 一般来讲也是不会中毒的 这条蛇有人看出来是什么了吗 长长的黑现状花纹 黑色的眉纹 又是我们的老熟人黑眉井蛇 没毒的不用怕 这是一条白化猪鼻蛇 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宠物蛇 市面上这种常见的猪鼻蛇叫西部猪鼻蛇 原产于北美地区 它带有微弱的毒性 咬人可造成局部肿胀 但是像视频中这种小蛇一般造不成啥伤害 猪鼻蛇还有一套牛逼的装死剂 全方位地向捕食者展示它的演技 但人工繁育的猪鼻蛇里只有部分个体会装死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十种蛇 地球上的蛇大多数都是没有毒性的 然而一部分的蛇毒性是非常厉害的 接下来南风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十种蛇 想知道哪种蛇毒性最强吗 那就一起来看看吧 第十 沿海泰潘蛇 泰班蛇体型庞大 毒性极强 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 泰班蛇可以长到大约两米 是澳大利亚境内最长的毒蛇之一 也被称为世界第三大陆的毒蛇 如果被该蛇咬到会出现瘫痪 内出血和严重的肾脏 你讲海岸泰潘蛇 为啥放的全是内陆泰班蛇的画面 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区分两种泰潘蛇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黑脑袋是内陆泰潘蛇的经典配色 也有黄脑袋的 而海岸泰潘蛇一般脑袋前面是白的 比内陆泰潘蛇好看一点 所以我们只看头就可以区别二者了 长得好看的就是海岸泰潘蛇 长得丑的就是内陆泰潘蛇 我操 金环蛇排在海岸泰潘蛇前面 从某些方面来看 人们认为金环蛇是印度最危险的 它在印度因咬人最多而声名狼藉 哦 我算是明白了 它其实是想讲印度环蛇 因为印度环蛇才是印度咬人最多的毒蛇之一 它可能是把印度环蛇翻译成了金环蛇 印度环蛇的英文名叫CommonCrit 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来是普通的金环蛇 Crit会被直接翻译成金环蛇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营销号讲外国物种名字时很奇怪的原因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懂 其体内毒素含有强效神经毒素 不是 你讲金环蛇为什么全程在那放眼镜王蛇的纪录片 第六名 印度眼镜蛇 印度眼镜蛇的毒液不是最强的 但其携带一种发作迅速的神经毒素 又放眼镜王蛇的画面 会让人呼吸衰竭或心脏骤停 它们的身体相当重 你从哪里看出来印度眼镜蛇很重的 你说那些肥宅蛇相当重我还能理解 印度眼镜蛇这种细长蛇哪里重呢 第五名 剑蚊海蛇 海蛇适应水生生活 这种蛇叫橄榄剑尾海蛇 注意 是剑尾 不是吻 画面中的这条蛇不是剑尾海蛇 具体是啥也不好猜 因为长这样的海蛇太多了 这个是半环贬尾海蛇 营销号们能不能不要讲海蛇呀 我很累呀 第四名 黑曼巴蛇 你知道吗 黑曼巴蛇实际上是以它嘴巴的颜色命名的 黑曼巴蛇看起来十分的凶狠 无论是在地上还是树上都能够快速移动 黑曼巴蛇长约4.3米 即使受到很轻微的挑衅 它们也会很紧张地发起攻击 黑曼巴可以发动一系列快速凶猛的攻击 它们的毒液是所有蛇类中毒性最强的 等等 它的毒液是所有蛇类中毒性最强的 为啥只排在第四呢 第一名 内陆泰潘蛇 到目前为止 排名第一的蛇来自澳大利亚 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个营销号居然没有吹贝尔测海蛇 我表示很震惊 好了 在这里先预告一下 世界毒蛇毒性排行榜2021版快出来了 想看真正的毒性排行榜 记得关注我哟 今天在河边发现了神兽啊 就在前面 跟我来 想必大家看出是什么了吧 它来了 一条王紧蛇 看它可爱的小脑袋真是蠢萌 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性情温顺 哪里 性情温顺 你刚才没看到它在喷气吗 妹妹 王紧蛇其实性格特别暴躁 非常的神精致 你在它面前稍微动一下 它就会抖尾巴 喷气 发出湿湿的声音 连带着还有一股蓝纹的臭味 这就是真实的王紧蛇 国内的游蛇一哥 虽然它不是国内游蛇科最大的 但它肯定是打架最厉害的 各种竹岳青啊 圆毛头腹啊 五步蛇啊什么的 都是它的那条 在国内也算是一方霸主啊 但我还是要吐槽一下 它真的太臭了 好多人问 是不是要开席了 很可惜 你们吃不到饭了 注意看这条蛇身上的黄纹 从头连到尾 再仔细看它尾部 似乎可以看出 有那么一丁点红黑色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赤链蛇 那为啥看起来 颜色不太对劲呢 因为这条蛇要退皮了 它的身上就像被蒙了一层 灰白灰白的膜一样 再加上这个视频 是用坐机拍的 画质特别差 就更看不出来了 那么关于赤链蛇有没有毒 我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可以认为它没毒 你也可以认为它微毒 注意 它的这个微毒 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那总说什么 过敏体质会死的 纯属扯淡 眼镜王蛇 死死咬都不放 黑曼八 也不甘是弱 一直在反击 一本真经的胡说八道 这是几年前就流传于网络的视频 拍摄于澳大利亚 视频中的黑蛇是红负一奥蛇 中蛇是离眼镜蛇 确实是银环蛇 长得还挺肥的 背部隆起都不明显了 这么大条银环蛇 来一口开息率直线飙升 大家要记住一点 同一种毒蛇体型越大就越危险 因为它有更大的毒量上限 所谓的成年蛇控制排毒量 只在警告阶段 它可能不会排出过多的毒液 但如果你把它惹毛了 你看它排不排毒 这是一条紫砂蛇 因为长有三角形的头部 时常被人们误以为是剧毒的奎科毒蛇 但其实它的毒性很差 最多也就造成局部肿胀 脱脱的微毒蛇一枚 然而 它的微毒只是对人而言的微毒 在以往就有报道称 紫砂蛇对爬行动物具有很强的毒性 在我一个憨批朋友的个人观察中 一条紫砂蛇咬了白环蛇一口 白环蛇在五分钟后就瘫痪了 可以推测紫砂蛇的毒液 是特化针对爬行动物的 非常有趣的一种生物 从监控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得知 这条蛇大概是全黑的 由于监控拍摄的画质比较垃圾 我们只能看到蛇的大致外形 从身形来看 眼镜蛇 乌烧蛇都不符合 国内全黑的蛇其实并不多 我又把它放大看了好几十遍 还是无法确定 不如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 比如这个问题件是什么问题啊 后续有没有发现蛇啊 像这种蛇在室内隐藏起来 你是很难找到它的 就算你把每个咔咔咔咔的找遍了 你觉得它肯定不在房间里了 说不定过两天又爬出来了 蛇就是这么善于隐藏自己 依靠它们细长的身体 可以随意游走在任何角落与缝隙 所以还是看有没有后续报道吧 纠结这个监控的画面 其实也没有啥意思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上连加关注啊 不愧是钓鱼了 除了鱼之外什么都钓得到 注意看这条蛇的头部 有眉毛似的黑纹 再看它的尾部 一整条长长的黑线花纹 毫无疑问 又是我们的老俗人 黑梅锦蛇 黑梅锦蛇 看个视频给我颈椎病都整出来了 有人看出来这是什么蛇了吗 虽然比较模糊 但还是可以隐约看到尾巴的黑线花纹 所以绝对错不了 又是黑梅锦蛇 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蛇时 是不是也是视频中 这些同学这样的反应呢 不要叫 这是紫灰山影蛇 也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无毒蛇 我觉得它的颜值不亚于美女蛇 美女蛇就是玉巴利蛇 兄弟们 你们觉得紫灰山影蛇和玉巴利蛇 谁更漂亮呢 肯定有人要问了 这蛇怎么这么奇怪 有两个头啊 其实它就是两头蛇属的 顿尾两头蛇 但它不是真的有两个头啊 它的另一个头其实是尾巴 这条尾巴就厉害了 粗细大小花纹都是抄袭的头 典型的我抄我自己 是不是傻傻分不清啊 这条洞尾两头蛇 你能看出来哪边是头 哪边是尾吗 世界上最毒的蛇 不知道的一定要看看 下 五 黑曼巴蛇 四 泰潘蛇属 等一下 泰潘蛇为什么是一个属的 你是看不起我泰潘蛇家族 觉得它们要加在一起才勉强比黑曼巴强一点吗 话说你知道泰潘蛇属里有多少种泰潘蛇吗 妹妹 哼哼 肯定不知道吧 那我猜不告诉你呢 三 蓝金黄蛇 哎呦我那个群 我们上期那个营销号才讲了翻译错误 这期又来一个 这个营销号和上次那个一样 也是把金黄蛇当成了印度黄蛇 之前讲了 印度黄蛇英文俗名叫Commoncrete 它还有个别名叫Bluecrete 翻译过来叫蓝黄蛇 国内习惯翻译成青黄蛇 但是你把这个词丢到翻译软件里 会给你整个蓝金黄蛇出来 就是这么回事 二 东部中蛇 东部中蛇的中字打错了 另外这张配图也不是东部离眼镜蛇 而是被你看不起了泰潘蛇属的一员 中路泰潘蛇的 一 澳洲内陆大满蛇 我感觉他在侮辱我的智商 这个营销号是粉丝发给我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就去找他的上半部分 结果发现 找不到这个汉了 应该是被封了吧 兄弟们把正道德光四个字打在公屏上 我敢打赌弹幕绝对有一堆人说 这是五步蛇 恭喜你们 答错了 这个视频是在国外拍摄的 它其实是一条马来腹 也叫红口腹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国家 因为咬人数量众多 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 东南亚土地雷 形容这种蛇脾气暴躁易怒 因为它经常触摸于农田 果园 种植园等地区 人们一旦靠近它 它可能就会发起攻击 像个土地雷一样 一不小心就中奖了 我们把它和五步蛇对比一下 身上的花纹确实非常相似 搞混小也是很正常的 两者最大的区别主要在头部 马来腹的头是一个大大的三角形 而且偏长 但是并没有五步蛇这种高高翘起的鳞片 这是一个可以区分的点 而它们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无与伦比的烂肉水平 马来腹也是赫赫有名的烂肉王 它的技术特点是大范围的血泡坏死 并伴有灵血异常 之前杀伤力偏头那个 加一滴毒液进去就把血液凝固了的 那个就是马来腹的毒液 没想到吧 我的颈椎病看来是治不好了 不出塑料的话 弹幕肯定有一堆人说这是黑莓 恭喜你们又猜错了 这其实是三索河枪蛇 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可以长到两米以上 这种蛇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它的脾气了 它的脾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暴躁 但它受到威胁时会膨胀颈部 盘成S型的攻击姿态 并且还会短距离的驱赶追人 这就非常牛逼了 其实很少有蛇敢于做出这种追人行为的 所以三索河枪蛇有一个非常亲切的外号 暴躁老哥 母的的话就叫暴躁老妹儿 远看过去有两条尾巴 有人要说了 这难道是无头两尾蛇吗 哎 想多了 这其实是一条蛇吃了另一条蛇而已 放大看一下 这条大的是圆毛头腹 小的只剩尾巴了 看到这个熟悉的尾巴没有 又是黑莓井蛇 话说回来圆毛头腹吃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还是主动的捕食 这是一条银环蛇 经典的银环蛇泡酒 民间流行的活蛇直接泡 我不说这个酒到底有没有用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个人感觉没啥用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我是放屁 我就说你把这个活蛇直接放到酒里面去有多脏 首先 国内大多数泡酒的都是抓野蛇泡的 就说野生的银环蛇 它吃的是一些鱼蛙 泥丘蜥蜥之类的 所以它肯定有寄生虫 注意是肯定有寄生虫 只是多少的问题 然后你把活蛇直接放进去 它正常的排便拉拔拔拌都在里面 有人闻过蛇拔拔的味道吗 是不是不好闻啊 你这个酒里面又是寄生虫啊 又是蛇拔拔呀 蛇死了之后 尸体内脏啥的啊 都在里面泡了很久 一个科普视频突然变得有味道了起来 反正我是不敢喝 你开心就好 对了 抓野生蛇泡酒是违法行为 看到的可以举报 这段视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觉得有摆拍的嫌疑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视频中这条蛇 圆润的身材 鳞片光泽感十足 地点在云南 如果是野生蛇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条闪铃蛇 没读的 目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闪铃蛇是一种学居生活的蛇 性情是比较温顺胆小的 而这条狗狗看起来对蛇似乎也没啥攻击性 到底怎样才能搞出这种造型 我表示很疑惑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是摆拍 还是自然发生的呢 好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上点赞关注啊 哥们心态真好 居然觉得这是水蛇 这种事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银环蛇 中国最毒 亚洲第二 有人要问呢 为什么是亚洲第二呢 银环蛇不是亚洲一哥吗 一看你就别看我的毒性排行榜视频啊 现在信德环蛇把银环蛇超了 成了新的亚洲一哥 这次排行榜信德环蛇可谓是大放异彩啊 他不仅超越了银环蛇 还把中路太潘蛇干下来了 要知道太潘蛇家族个个都很生猛的 能干掉一个已经非常屌了 立着脑袋哼哼的样子真有意思 注意看这条蛇背部隆起非常高 细长的身躯 小源头 我们讲过好多遍了 这是乌骚蛇 乌骚蛇有全黑的 也有带线条花纹的 幼莲石是长这样的 全部给我记下来啊 别换个皮肤就认不出来了 注意看这条蛇的尾巴啊 一节一节的黑色条纹 这是赤丰锦蛇的标志性特征 上次常从考试重点讲过的 有没有人忘啊 忘了赶紧去复习一遍 又一人类迷惑行为 这是想断绝父子关系吗 这个视频比较模糊 看不太清楚 我只能从鳞片和教皇的腹部推断 这可能是一条灰鼠蛇 也是一种无毒蛇 其实我觉得整骨买条假蛇就行了 没有必要用真蛇 万一把人吓出病来了就不好了 是吧 哎哟喂 我的天啊 我就上来量个衣服 你们看吧 我才洗了衣服上来量一下 结果走到这个地方 就看见这是巴起一条色衣 我的天 这是我沙子色咯 我长得看那像是个狗屎妹妹啊 好像是一条剧毒蛇 你看吧 这个脑壳还是三个型的 是条剧毒蛇 这怕就是条剧毒蛇 这是圆毛头父 国内常见的一种剧毒蛇 网上一直在流传圆毛头父是烂肉王 但其实他的烂肉水平也就一般 根本没有五步墙 我看有人说什么五步蛇是节肢王 圆毛头父才是烂肉王 这种说法就很扯 你节肢的原因不是因为烂肉吗 这样说就是强行拔高圆毛头父 如果圆毛头父跟五步蛇差距不大 我还能理解 但是差得很远啊 你们知道中国比圆毛头父烂肉厉害的蛇有多少吗 除了五步蛇之外 还有周善眼镜蛇 泰国圆帮奎 孟加勒眼镜蛇 菜花圆毛头父 我甚至觉得圆毛头父都不一定有蟒山厉害 就这水平称他烂肉王 啊 鲁牙啥子鲁牙啥子 这是鲁牙拉牙 一门手 这是啥子 老子真的好狠哦 哎呦 好大一根哦 哎呦 我死你妈哦 不愧是钓鱼了 除了鱼之外 什么都钓得到 这是一条王锦蛇 上回我们讲了 他是国内游蛇科的打架医哥 可以吃各种奎科毒蛇 有的小伙伴就要问啊 哎 这些不都是毒蛇吗 王锦蛇难道不怕被毒死吗 你别说 他还真不怕 2000年 余小红等人提取王锦蛇血清做了抗毒实验 当蛇毒中加入2毫升每千克王锦蛇血清后 副蛇的毒性减弱了2.3倍 五部蛇毒性减弱了1倍 竹叶青毒性减弱了1.4倍 而周三眼镜蛇毒性只减弱了28% 可以证明 王锦蛇对国内奎科毒蛇有极强的抗性 但是对眼镜蛇抗性一般 很多人就通过这个测试认为 王锦蛇对神经毒没有抗毒能力 其实啊 这种提取血清到浩子体内验证对神经毒的抗性是不太妥的 因为很多抗神经毒的动物依赖的是自身的受体变异 不与神经毒结合 比如蜜欢 猛哥 都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把他们的血清提取注射到浩子体内时 这种能力并不会转移到浩子上 大家仔细理解一下这句话 所以我们不能仅通过这个实验就认为 王锦蛇对神经毒没有抗性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才行 我说哥们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硬件的音乐 来我给你换一个 是不是好多了 这应该是除了我们的老熟人黑莓锦蛇之外曝光度最高的蛇了 它是白条锦蛇或者双斑锦蛇 之前讲了 这两种蛇长得特别像 如果有地点的话还好一点 这一条没有地点 你们看着办吧 随便蒙一个就是了 这是什么蛇 有毒吗 我看到有人说这是树带蛇 很明显这不是树带蛇 头都不一样 这个头一看就是小头蛇的头 我们找几个小头蛇的头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头 看是不是都是一个模板 这种小头蛇名叫八线小头蛇 主要分布于文来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颜值是真的高 我觉得它是整个小头蛇属里面最漂亮的 你们觉得呢 诶 怎么到这里就没了 这不是主越青啊 是一条红薄锦巢蛇的幼体 是一种带有剧毒毒液 但是难以让人中毒的毒蛇 我发现很多人分不清红薄锦巢蛇的幼体和成体 以及与虎斑锦巢蛇的区别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闹一闹啊 红薄锦巢蛇的幼体 可能是红薄锦巢蛇最漂亮的阶段 红色 黄色 黑色 蓝色 这五颜六色的搭配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对比一下红薄锦巢蛇的成体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就变绿了 诶 怎么感觉在骂人呢 虽然红薄锦巢蛇的成体有各种纹路造型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脖子那里是红色的 认准这一个特征就行了 而虎斑锦巢蛇 它的脖子也是红色的 那我们该怎么区分呢 想一下它的名字啊 它为什么要叫虎斑锦巢蛇呢 就是形容它脖子那里像老虎一样的斑纹 这种一条一条的黑色花纹 红薄锦巢蛇虽然有各种造型 但它不会出现虎斑锦巢蛇这种一条一条的大黑条纹 这就是区分它俩的关键所在 你们学废了吗 兄弟咱能不能整点阳间音乐 你这搞得拍恐怖片似的 不用说 肯定又是东南亚摆拍怪弄的染色眼镜蛇 没错 这个又是染的 那到底有没有红色的眼镜蛇呢 还真有 全世界唯一一款红色眼镜蛇 来自非洲的红喷毒眼镜蛇 货真驾驶的红色鳞片 就问你们帅不帅 这个盆栽我大概买了差不多快一周月了 我抹起来浇水的时候发现盆栽上面趴了十几条 树上还挂了好多条 大概七到十个厘米左右 看着好吓人 我就叫了物业公司来处理一下 最后把那个盆栽就发生到那个 我们小区有个山 发生到那个山里面 这窝蛇卵应该是在商家那里产下的 这位大哥买回来后 碰巧温度湿度空置的刚好 一个月后还孵出来了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赶紧去买彩票吧 咱说回这种蛇啊 看到眼睛那里的白框没有 这是草腹恋蛇右体的一个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 白框会逐渐变大 所以你看成体和右体那个头啊 长得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不少蛇右体和成体都有一些差别 有的差别大 有的差别小 大伙可以猜一下 这是什么蛇的右体 公布答案 这是王井蛇的右体 没想到吧 霸气的王井蛇小时候长这土样 好了 得亏草腹恋蛇是无毒蛇 如果是毒蛇在你家里孵出来十几条 那不得起飞了 还是那句话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上连加关注啊 这黑肠子的霞尾巴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熟人 黑眉井蛇 没毒的 这条口味挺重的 居然喜欢在厕所玩 你看别的黑眉都知道爬树爬栏杆 就你在这顿厕所 瞧你这出息 虽然视频很 блиn 虽然视频很模糊 毛都看不清楚 但就冲这速度 这身形 这走位 全中国还能有谁 显然这是一条无骚蛇 也是一种无毒蛇 跑的是真的快 全程追着这只蛙跑 应该是蛙吧 仿佛在说 今天你死定了 我一定要吃掉你 确实是一条蟒蛇 运气真好 兄弟们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我上次剪头发的时候 碰到了一条蟒蛇 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他妈的南蛮 看到没有 成军了 卧槽 这条挺大的 兄弟们 还记得我上次拍蟒蛇那个坡吗 坡到顶上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 猜猜我这个地方发现了什么 一个小宝费 哥们儿 哥们你是要笑死我吗 你这运气不去买彩票可惜了 这是缅甸蟒 我国最大的本土蛇类 可以长到三四米 最大可超过五米 国内的缅甸蟒比较小 一般四米以上就算很大了 五米的野生个体至今都没发现过几条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缅甸蟒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包吃包住 切勿伤害抓捕 我哪个去 你这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啊 这黑漆漆的一头怎么看呢 你别说 我还真看出来了 首先把视频亮度拉到最大 慢放一下 放大 注意看他的头部 头部后方这一段看起来没有纹路 眼睛那里似乎有黑纹 后面这段又重新有了纹路 然后看他尾巴这里 是不是隐约感觉有那么一丢丢 像黑眉的黑肠子尾巴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这些特征全部加到一起 这就是黑眉警舌啊 兄弟们 绝对错不了 相信我 不是黑眉我倒立洗头 这背纹也太印度眼镜手了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印度眼镜手的背纹啊 这条不归路 编不下去了 这是乌烧蛇 没事 随便咬 反正没毒 你看他多淡定啊 没有发出任何惨叫 裤子应该挺厚的 没事 今天想说说地球上的十个最毒的蛇 西林泰潘蛇 又叫做内陆泰潘蛇 是全世界陆地上最毒的蛇类 哥们你是不是没毒熟啊 要不要我给你加个数啊 能导致一百个成年人丧命 有毒蛇之王的称号 在世界上最毒的蛇的排名中 西林泰潘蛇和海蛇是并列在第一位的 嗯并列第一 这两条柱确实差不多长 另外你这个配图是海岸泰潘蛇啊 一个是海洋中的霸主 另一个则是当之无愧的陆地上的毒王 所以当遇到这两种蛇的时候 这也是海岸泰潘蛇 我讲过的 海岸泰潘蛇前面是白的 颜值比较高 内陆泰潘蛇长得稠一点 贝尔测海蛇 全球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 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毒蛇 你讲贝尔测海蛇 为什么要放龟头海蛇的视频 大家不要笑 这种蛇真的叫龟头海蛇 而且它是少有的海蛇里面几乎没毒的 但这排名似乎有争议 这个配图是灰蓝饼尾海蛇 脑背锅侠了 海蛇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毒的蛇类 也是动物世界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动物 你家海蛇连内陆泰潘蛇都没打过呢 还世界最强的动物 海蛇的种类有很多种 比如猎虚海蛇 这画面又是灰蓝扁雾海蛇 另一种赫赫有名的海蛇 则是贝尔测海蛇 这个也是 它的毒性是眼镜蛇的两百倍 其毒性至今也是无药可及 听不下去了 给它加一把树 甚至一旦被咬上了一口就会逼命了 是海洋中最毒的蛇 在世界上最毒的蛇的排行中 后面全程扯淡我就不说了 你这个从头到尾都没用对 一张贝尔测海蛇的照片 来来来我给你 这才是贝尔测海蛇好吗 这哥们是抄的百度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受到了百度的影响 去搜毒性排行榜时 会搜出中一奥蛇排在第二或第三 就以为中一奥蛇毒性很强 很遗憾 我必须告诉你们 中一奥蛇的毒性前一百名 是肯定没有的 它的毒性跑分为皮下2.38 这个水平全世界一抓一大把 它只能算一个中等的水平 距离世界前三就差得太远了 这是菜花圆猫头父 很多人经常把它跟蟒山圆猫头父搞混 两种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首先是体型菜花圆猫头父最大也就1米2 蟒山圆猫头父可以长到2米以上 最大可达2.4米 其次蟒山圆猫头父整体是接近绿纸的颜色 而菜花圆猫头父更加花哨一点 如果你还是分不清的话 直接看尾巴 蟒山圆猫头父的尾巴非常特别 是白色的很有意思 再来说一下很多人关心的菜花圆猫头父的毒性问题 由于这种时候没有构成严重医学异议 长久以来是没有毒性测试的 很多人都以为菜花圆猫头父从来没有测过毒性 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幸好我早就找到了它的LD50 今天就来为大家揭露它的毒性 菜花圆猫头父的LD50 静脉跑分为1.5毫克每千克 这个水平在国内也就一般般吧 最令我震惊的是它的毒液量 曾经用一米的菜花圆猫头父 大个体排出了300毫克毒液 我的天呐 一米的时候能排300毫克出来 小钢拍啊这是 太猛了吧 相比之下圆猫头父就菜的抠角了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是锦铃蛇也叫尾腹蛇装逼蛇 为什么叫装逼蛇呢 你看它跟腹蛇是不是长得很像啊 但其实它是有争议的无毒蛇 它的争议跟赤莲蛇一样是达氏腺的问题 有人从锦铃蛇的达氏腺里 检测出了蛇毒金属蛋白煤活性 而我对这种争议看得很开的 你可以认为它没毒 你也可以认为它微毒 但是要注意 这个微毒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很多人对微毒有误解 以为过敏的人中了微毒也会死亡 我对微毒的定义是 它只能造成轻微的局部症状 一定是毒不死人的 就算你是过敏体质也毒不死 如果一种蛇它原本被认为是微毒 后来把人毒死了 那它就不能叫微毒 只要你能把人毒死 就算你毒死的是过敏体质的人 你就不能算微毒 当然 如果是因为别人有心脏病 咬一口把它吓死了 那这种就不算啊 这条海蛇我一眼看过去 这条海蛇我一眼看过去 哇 这大小 这长度 这肥宅样 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种海蛇 吉林海蛇 也就是最肥的海蛇 你们看是不是很像啊 但是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这条海蛇靠船石头部是拍得很清晰的 这个头其实也有点像箭尾海蛇的头 我们对比一下吉林海蛇的头和箭尾海蛇的头 通过它们的头 不对比发现 吉林海蛇的头似乎要尖一点点 眼神也要杀气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视频里这条海蛇 纹布看起来是比较圆润的 眼神看起来也寒批寒批的 似乎更接近箭尾海蛇的头 然后是视频后面部分 侧面的一个角度 哇 这样看过去的话 真的跟箭尾海蛇非常像 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它是吉林海蛇 原因是这里它靠船时 头部有一个特写镜头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条海蛇头部鳞片非常大 箭尾海蛇的头部鳞片相对较小 而且更多 而吉林海蛇的头部鳞片是对得上的 所以我认为它是吉林海蛇 也是毒性非常强的海蛇 好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能够的up主 赶紧三点加关注 这是钓鱼脑与蛇之间的抢鱼大战 我们看到钓鱼脑抓住自己的命竿子往上拉 但这条蛇咬住于死死不放 看来它是一位力量型选手 两人进入了僵持阶段 哇 钓鱼脑突然放了一个大招 短时间内力量增强 数倍直接把蛇拉出了好几个身位 但蛇类选手也不甘示弱 是除了神东白尾 又把自己偷回来了 他仿佛在告诉钓鱼脑 也是不好惹的 两人再次进入僵持阶段 哇 钓鱼脑看准机会 直接使出了必杀技飞龙在天 这是一招专门对付蛇类的技能 让蛇无法勾住元气使用神龙白尾 最后是我们的钓鱼脑取得了胜利 恭喜 说回这条蛇 从前面的花纹可以看出 这是一条黄斑鱼游蛇 是一种半水期的无毒蛇 而它想白瓢钓鱼脑的鱼 但最后失败了 说明白瓢是不好的行为 大家不要学它 这位大姐散门有点大 蛇没把我吓到 你倒是把我吓了一跳 这条蛇拍的实在太糊了 据说这是重庆发大水时拍的 重庆最常见的蛇就是黑莓井蛇 这身材看起来也挺符合的 那我就摸一个黑莓井蛇吧 不是的话你们倒立起投 我操了 我那东西掉下来你知道吗 我就说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轮到尾巴我看到了 快快直播直播 录屏录屏录屏 快快快快 人都吓傻了我操 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 我操 小伙子C语言学的不错啊 这条蛇拍的太黑了 看不清 我建议不知道有没有毒的情况下 不要擅自去抓手 你拿这种塑料袋隔着 其实是没用的 太薄了 毒牙随随便便就吃穿了 这种猫蛇斗的视频 我估计很多人要吵起来了 其实这场短短十几秒的对峙还是很精彩的 双方的体型差距不是很大 猫比蛇重一点 但不会说是碾压性的差距 这条眼镜蛇是周三眼镜蛇 看他这背文又是抄袭的印度眼镜蛇 老抄袭达人了 这条周三一开始似乎没有注意到猫的存在 猫起身时才抬头看他 一轮对攻下来 周三眼镜蛇还敢上盒子逼近猫 说明这条周三还是挺凶狠的 应该是对自己体型有自信 随后周三发现对方不是散茶 赶紧溜了 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度吹嘘猫或者蛇怎么样怎么样 当成精彩的动物武打片看就行了 这是百花锦蛇 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最大可长到两米以上 其实它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它的头是红色的 尾巴也是红色的 不过视频里这条看不太出来 也可能是画中画的原因 颜色有一些丢失 不同人对百花锦蛇的颜值 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人觉得很好看 有的人觉得不好看 如果给百花锦蛇的颜值打分 满分十分 你会给它打多少分呢 蛇是用特效做的就不看了 这个伤口就他妈离谱 你确定不是照着无毒蛇画的伤口 这里说一下 看牙印其实是不准的 比如一些后勾牙毒蛇 他们咬人的牙印也是四排的 跟无毒蛇插球不多 但很多科普文章画毒蛇和无毒蛇的牙印时 默认毒蛇就是前勾牙或者前管牙 而后勾牙毒蛇总是被忽略 根本就不画 这是白头勉奎 是奎科勉奎亚科的成员 国内的新闻媒体只要一报道白头奎 就会复制粘贴百度这一段内容 在这一大堆潮点里面 这一句话最亮眼 白头奎是中国最致命的毒蛇 我那个去 哪来的自信 你哪来的自信 谁给你的自信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号称中国最致命毒蛇的表现 白头勉奎的LD50为静脉0.52 还算不错吧 在奎科毒蛇里也算是佼佼者了 然后重点来的 它的平均排毒量只有1.75毫克 我那个去长这么大个脑袋 毒量还没银环舌多 你这也太水了吧 最后我们看一些实际咬山案例 给我的感觉就是 剧毒蛇里的一般般吧 虽然一般般但它还是剧毒蛇 大家要小心 这体型一看就是眼镜王蛇 又是民间流行的活蛇直接炮 寄生虫蛇宝宝肯定是少不了 而且我看它这一坛好像啥东西都没加 直接把蛇丢进去 你确定这个炮出来有用 哎搞不懂搞不懂 对了必须强调一点 现在眼镜王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很有盘头哦 我去这个声音好 这条大的很明显是银环舌 小的可能很多人不认识 其实我以前讲过的 这种密集的倒三角黄纹 是国产眼镜王蛇的特征 而右脸眼镜王蛇黄纹通常是黄色的 随着年龄增长 黄纹会逐渐变白变淡 所以眼镜王蛇的右体 经常被人们认成金黄蛇银环舌 就是这个原因 我估计弹幕有一堆人以为这是银环舌 是不是 我们说回这个视频啊 银环舌不是右脸眼镜王蛇 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眼镜王蛇这么牛逼 怎么可能站在银环舌手上 但在我看来 这很正常 体型差距太大了 原本眼镜王蛇的优势就是它的体型 很多时候我们看眼镜王蛇 不是眼镜蛇 由于体型差距过大 你甚至觉得眼镜王蛇纯靠嘴巴咬得了 咬死眼镜蛇 而这里的情况截然相反 眼镜王蛇比银环蛇小得多 银环蛇本来就是细长蛇 你比细长蛇还细这么多 纯靠嘴巴咬过去都把你干死了 有啥好奇怪的 巴西庶民建筑工人正在建设 洛蒙特水坝 因为有巨石需要爆破 爆破工人安装好炸药后 水坝所有建筑工人全部撤离 轰隆一声巨响之后 当工人回到设施现场 却被惊呆了 爆炸过后的现场 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发现了这条超级巨蟒 随后这条巨蟒被绑到了车上带走 带走之前 有工人拍下了这条难得一见的蟒蛇 巨蟒受到爆炸波及 受伤严重 这条巨蟒身上的鳞片 比一般人的指甲盖还要大 最终这条蟒蛇被确认为 美洲绿水染 它们曾一度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大的蛇 水坝发现的这条巨蟒长10米 重达400公斤 可以说除了人类之外 自然界它几乎没有敌手 巴西水库炸出10米一吨的巨蟒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在国内最早是2016年发布的 然后每年都要发很多次 而且每次都是近日巴西水库炸出10米巨蟒 有的不是10米 它改了一下数字 比如9.75米 9米之类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巴西水库每年都要炸出巨蟒呢 这个新闻会标配两张图和一个视频 视频就是前面我们看那个 图是这两张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是绿水染 也叫森染 不是蟒 然后这个视频是怼着脸拍的 都快贴上去了 很明显没有10米 有5米就不错了 森染一般大个体也就5米多 6米以上都少得抠脚 那种什么8米9米10米的都是吹牛逼的 而且视频里的蛇嘴巴都变形了 像是死掉了 而配图这两张蛇是活的 我很怀疑它们到底是不是同一条蛇 后来我发现国外的媒体报道 大多也是用了这两张图 但在2021年的这篇文章中 却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 他提到 这段视频最早是在2015年9月29号某社交平台发布的 因为视觉效果震撼被网络疯传 据说这条蛇是在马托格罗索州发现的 但没有人知道这条蛇经历了什么 看到这里 我想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 说一下我的看法 那两张图确实是巴西水库工人的图 但跟视频里的不是同一条 国外的营销媒体缝合了一个巴西水库 榨出十米巨蟒的新闻 再配上这段特写视频增加可信度 而这个视频中的深染 很可能是被车压死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你们觉得我的猜想合理吗 好了 保持尽畏之心 看到谁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阿部主 赶紧上天加关注 上一期视频我们采讲了一条蹲厕所的黑莓锦蛇 这期又来一条蹲厕所的 不过这不是黑莓锦蛇 虽然有点像 但其实这是一条三锁河枪蛇 外号暴躁老哥 下面请欣赏暴躁老哥表演怎么钻下水道的 嗯 动作很流畅 看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 不知道又会给谁一个surprise 注意看这条蛇头很尖 身材也是短胖的款式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五步蛇的幼体 五步蛇幼脸时长得很清秀 颜色偏白 看起来还挺可爱 成年之后颜色变深 斑纹变黑 永不低头 显得十分霸气 当然 也有人觉得五步蛇长蚕了 变丑了 你觉得五步蛇是长蚕了 还是变帅了呢 这是几年前的视频了 在香港拍摄的 左边是一条右脸的周三眼镜蛇 右边是一条右脸的眼镜王蛇 可以看到眼镜王蛇右脸是特别细啊 从身材比例来看 它明显不如周三粗壮 两条蛇对峙了一会儿 最终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手 那我就来给周三眼镜蛇 配一段内心独白吧 子妈不能想出来 找此理结果出门 找那条眼镜王蛇 老子的死到了八百只学妹了 哎 那条眼镜王蛇看起来 哈皮哈皮的 是迷连我的眼子妈 等会儿我遭到机会都挑 就是现在 他应该没有发现我在 哎大哥 不要懊不要懊 同时天涯沦落人 大家都是小小生 能不能反我一妈 等我长大成人 哎快跑快跑 啥比一个 这是粉丝在美国 雷布拉斯加州拍的 应该是一条北方鹤蛇 是一种小型无毒蛇 一般长度不超过30厘米 最大也就50厘米左右 主要就吃一些 阔鱼 窝流 蚯蚓之类的 这种蛇的名字很有意思啊 它的拉丁学名里 总名是以美国动物学家 德凯的名字命名的 署名是以美国 博物学家 斯托尔的名字命名的 我估计 但没有一堆人以为 这是红箔锦巢蛇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红箔锢蛇 是有这么花哨的纹路吗 而且后面还是直线条纹 之前讲过的 前面很花哨 后面很直的中国蛇 肯定是草腹链蛇 草腹链蛇的头部颜色 五花八门的 有红的 有黄的 有蓝的 所以不用管头的颜色 花纹对得上就肯定是它 配套这么花哨的花纹 想认错都难啊 红箔梗草蛇 等一下 你再说一遍 红箔梗草蛇 梗草蛇 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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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机器人不太行啊 把警读称梗了 拉丁学名 Webdifus familiatus 主要分布在两框地区 是一种微毒蛇类 虽然咬死过人 但都是因为过敏致死的 不要再说红箔锦巢蛇咬死人 是因为过敏了 国内这些死亡案例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死于 红箔锦巢蛇 毒液造成的DIC 拉种张口就来过敏过敏的 你倒是说一下过敏在哪里啊 我拜托你们去看一下详细的临床病例 最常见的异形素发型超敏反应症状很明显的 自己去好好看一下 别动不动就过敏过敏的 我估计你都不知道过敏是啥 小时候的红箔梗草蛇很好看 所以也有人将其当作宠物饲养 红箔梗草蛇喜欢吃癞蛤蛤吗 哥们儿图配错了 这是虎斑锦草蛇 虎斑锦草蛇是这种大黑条纹 像老虎一样的斑纹 而红箔锦草蛇是没有这种条纹的 据说会把癞蛤蟆的毒液转换成自己的 所以一般上手把玩也没什么事 大家切记不要上手把玩 好多人把自己玩死了 只要不碰到他的脖子就没事 这张图也是虎斑锦草蛇 有人因为碰了红箔梗草蛇脖子 把毒液揉进了自己的眼睛里 结果把自己弄瞎了 属实笑死个人了 哈哈 诶你这营销号怎么还嘲讽别人呢 这里说一下红箔虎斑的锦线毒液 也就是锦背部那个分泌物 虽然测出来LD50不咋样啊 皮下只有98 但是它的成分里面含有 类似残除毒素的化合物 看过我之前讲残除那两期视频的 应该知道 残除毒素对人体是有加成伤害的 从实际表现来看 曾经有猫在啃咬虎斑锦草蛇 锦背部后被毒死的 猫的抗性是比我们人要强的 连猫都被毒死了 你还装什么逼呢 我们一定要小心它的锦背线 不要去舔食 好吧 另外红箔梗草蛇小时候虽然很好看 但长大了就和鸵蚀一样 丑死了 诶你怎么又嘲讽别人呢 喜欢我的记得关注 别关注它了 来关注我吧 我看到有人说这条蛇在招雷 呼风唤雨 这场暴雨就是它引来的 我的妈呀都2021年了 咱能不能不要这么迷信啊 这是一条缅甸马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也不知道它在上面想干嘛 这东西还有人不知道吗 很明显这是一条带纹身的黄扇啊 开个玩笑啊 其实这是一条中国水蛇 是一种微毒蛇 喜欢吃鱼蛙之类的 在中国南部地区很常见 钓鱼老应该经常遇到 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这个视频 问我怎么回事 这肯定是P的呀 要相信科学好吗 另外你为啥给我发这种视频 这是一个粉丝拍到的 它及时停下来了 这个距离如果直接开过去的话 很可能被咬到 那这是什么蛇呢 注意看这条蛇身上密集的倒三角黄纹 又是眼镜王蛇 前面我们讲那个眼镜王蛇右体黄纹是黄色的啊 这条黄纹变白变淡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国策眼镜王蛇体色随年龄增长的一个变化 这身形一看就是一条水蛇 但它身上没有前面中国水蛇那样的纹身 所以这是一条千色水蛇 也是一种微毒蛇 这种蛇有一招非常特别的加速技能 平常我们看蛇都是地上爬的对吧 这种蛇就厉害了 别看它一副肥宅样爬得很慢 当它受到威胁跑路时 可以将身体弯曲 连续做出迅速的弹跳动作 像在蹦着跑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蹦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这条蛇在提供免费耗子服务 核心力量很强啊 倒着也能吃 还可以自如伸缩 富婆看见了 很多蛇里看到花纹石一眼就能辨认 但像这种只把肚子露出来的就耍流氓了 一般也没人去关注蛇肚子长啥样吧 这里可以看到这条蛇侧面的一点花纹 但是太糊了没什么卵用 它的腹部很白啊 从头到尾都是白生生的 然后身材很修长 把这些特征结合起来可以推断 这是我们的老熟人黑眉锦蛇 不是黑眉我倒立洗头好吧 好了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阿博主 给第三点加关注啊 这种蛇很熟悉了啊 黑眉锦蛇咬人的时候把牙齿挂到了裤子上 正好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无毒蛇的牙齿 是成牌的 如果你被无毒蛇咬过的话 应该知道 蛇咬你啊 感觉就是轻轻挨了一下 你就流血了 牙齿非常锋利 注意大家的语气词啊 一个拖长鹰的 表明大家看到这条蛇是很惊讶 那他在惊讶什么呢 应该是在感叹这条蛇的长度 从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出 这条蛇相当细长 估计长度得有1.5米以上 貌似全身都是黑色的 而且爬得很快 所以这很可能是一条乌烧蛇 没毒的 这是西部猪鼻蛇 因鼻端长有向上翘起的鳞片 形似猪鼻而得名 它这个猪鼻子可不是用来卖萌的 是用来钻动拱土的 猪鼻蛇是一种达氏腺危毒蛇 咬人可造成轻度肿胀 危害性很低不用害怕 这种小家伙可是个大网红 全世界都有他的粉丝 迷倒万千少男少女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猪鼻蛇的颜值吧 我看到很多人说这是乌烧蛇 因为它跑得很快 拜托 跑得快的时候有很多 乌烧蛇只是其中一个 注意看这条蛇身上的花纹 像麻蛇一样 毫无疑问 这是花条蛇 是一种厚钩牙危毒蛇 这种蛇就厉害了 它俗名叫子弹蛇 就是因为跑得很快 它甚至可以蹦着跑 速度相当了得 而它同俗的亲戚 埃及花条蛇 跟黑曼把并列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蛇 最快移动速度可达16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跑20米 花费4.5秒的水平 视频里的蛇都是网警蛇 应该是养殖场的 开不下去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直接把蛇放生了 去年疫情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放生的 大家要知道 这种大规模的放生是违法行为 而且很可能严重破坏当地生态平衡 对于这种行为 我们要强烈抵制 这是一条网文网 看样子是东南亚那边的 这条蛇应该是从小养大的 对人类攻击性不强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具有一定危险性 这体型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小孩吃下去的 不得不说这孩子家长心真大 这玩意儿不用我说应该都知道吧 很明显这是一条巨型毛毛虫啊 开个玩笑啊 其实这是一条缅甸嘛 那它为什么爬直线呢 是为了遵守交通规则吗 我以前讲过的 像这种直线前行的 一般是一些体区较粗的肥宅蛇运用的走法 比如古富斯奎 是不是还挺可爱的 这样爬的目的是为了省力 当然 它们也是可以弯曲快速前行的 就是比较费劲 一般只能短距离爆发一下 这个排行榜一眼看过去全特么是乱编的 脚窥进世界前200名都飞进 国内一些翻译的西部离眼镜蛇 其实是指的北部离眼镜蛇 之前排行榜讲过排在第33 眼镜王蛇哪怕只算毒性最强的中国眼王 也进不了前30 这是海岸泰潘蛇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黑曼巴之前排行榜里有 在35 整个榜单纯属乱搞 瞎鸡巴排 对于这种视频 我一般都是笑一笑就过去了 但后来有人给我发来了这个截图 这是一个人对他的排行榜提出质疑 科普视频要做就严谨一点 黑曼巴这种毒性排得进前十 看他怎么回的 这种排名聋雅那里拿的 没有严谨一说 没有谁能保证他的排名一定准呀 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 你这个瞎编的排行榜关我屁事 什么叫龙亚那里拿的 意思是说你经常从我这里倒东西是吧 别人一来质疑你就说是我这里拿的 这锅甩得很干脆呀 但凡经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 我曾经多次强调中医奥蛇这个第二或者第三是百度瞎编的 中医奥蛇 在百度百科上说中医奥蛇毒性世界前三 真的是这样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受到了百度的影响 去搜毒性排行榜时会搜出中医奥蛇排在第二或第三 中医奥蛇的毒性前一百名是肯定没有的 他的毒性跑分为皮下 而且前不久我才发了世界毒蛇毒性排行榜2021版 里面的前十是这样的 你这种属于什么 自己都没搞懂 以为在我这里偷两个数据过去就可以做视频科普了 我说里面怎么有信德黄蛇呢 原来是你家的啊 那你既然都知道信德黄蛇升上来了 为何其他全是乱编的呢 还正正有词的说是我这里拿的 什么玩意儿 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肥的眼镜王蛇 这体态已经不是粗壮了 这他妈是臃肿了 这体型都接近蟒蛇了 要知道眼镜王蛇是积极游走的烈食者 过肥的身躯对他反而不利 你想想 拖着沉重的身体 追条滑鼠蛇都费劲 这怎么能行啊 就是不知道这条蛇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 国内也有类似体态的养殖场个体 那肥的也是像条蟒蛇一样 不过国内这个养这么肥是为了卖钱卖金属的 令人欣慰的一点就是 没有人张口就来一百斤了 啊又进步 那我们就来探究一下 这个个体给出了4米21公斤是否合理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长度 在这种视频照片下 目测很容易低估蛇的长度 尤其是那种盘着弯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视觉效果 你在现实中看到的比拍成照片 从照片中看要长 大家仔细理解一下这句话 举个例子 比如我看到一条很大的王景蛇 从第一视角看过去 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很大 但是当我给它拍照片时 我总觉得拍出来不如我看到的大 除非你是玩特殊角度 比如斜着拍呀 拍特写呀 那确实有放大效果 但老老实实正常拍的话 总是感觉把手拍小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 同理 很多4米的眼镜王蛇 从视频中看感觉压根没有4米 但它测量出来就是有4米 这就是视觉效果在欺骗你 而这条个体 我觉得看起来确实有近4米的水平 就算没有4米也非常接近 那体重呢 4米的眼镜王蛇 常规体重在7到12公斤 7公斤是比较瘦的 12公斤是非常壮的 而这条个体肥得超出了常理 鳞片都要爆开了 而且它不是那种扁着身体看起来肥 它是那种很结实的肥 那我觉得这条蛇体重至少得有17公斤左右 它给的21公斤 也算是在接受范围内 你也不知道它说的21公斤是什么状态下的21公斤 比如这条蛇原本就有18公斤 吃了3公斤的食物 撑出来21公斤 这也合情合理嘛 所以这两个数据 我个人认为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就算有差也不会差多少 这条也肯定是目前为止 所有眼镜王蛇里最重的个体 但这略显臃肿的身材 失去了眼镜王蛇原有的线条美感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 好了 保持尽微信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大不足 赶紧上点下关注 这条蛇应该都知道吧 黑肠子黑肠子 我一直强调黑肠子 没有人不喜欢黑肠子吧 这黑肠子的小尾巴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熟人 黑美锦蛇啊 赶紧去打个招呼吧 看起来还挺大的 这视频糊的 前面几秒毛都看不清 在最后两秒终于看到了花纹 这花纹有人看出来是啥了吗 没错 这是玉斑利蛇 外号美女蛇 没读的 你这手机该换了 好 看看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上大货 我操 五步蛇怎么办 剪线了该 钓鱼了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不知道是怎么钓到的 这条蛇是五步蛇 来我们来详细讲一下它的基本参数 五步蛇 成体全长1-1.4米 最大1.6米 体重0.6-2公斤 最大不祥 早期是与银环蛇齐名的杀手 死亡率接近银环蛇 后期抗毒血清的崛起 被银环蛇拉开了差距 因为银环蛇的神经毒更难救治 死亡率位列中国第三 烂肉能力极强 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 五步蛇的烂肉技术得到了国际认证 是可以与各国知名烂肉王一较高下的 圆毛头发那种弟弟就不要在我五步蛇面前提了 这应该是一条大眼邪灵蛇 有人要问呢 银环蛇不是扁脖子像眼镜蛇一样吗 诶 扁脖子只是一种防御恐吓行为 谁说人家必须无时无刻扁脖子了 当个安静的美男子不好吗 这视频是人为斗兽 这条蛇是印度眼镜蛇 长得挺大的 反抗很激烈 跟它对打的是猛 我们知道猛吃蛇很厉害啊 它的伞臂非常高 蛇一般都咬不到它 就算咬到了也不一定有用 因为猛能抗蛇毒 且对神经毒的抗性是非常有名的 那它是如何做到抵抗神经毒性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阿尔法神经毒会竞争性地与我们人体烟碱形 以仙胆碱受体结合 阻断神经地质的传导 而猛的烟碱形以仙胆碱受体结合配体 序列的187位 通过天冬显岸N端糖 计划作用提供空间位阻 干扰了神经毒与受体的结合 194和197位普安酸亚味点突变 降低了阿尔法神经毒的清和力 听不懂的可以多听两遍 不愧是肥宅蛇啊 太他妈肥了 这是一位非洲的粉丝拍的 这种蛇我讲过的 来兄弟们大声地告诉我 这是什么蛇 这是西角思葵 有多少人猜对了 再放个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加鹏思葵跟西角思葵的头部差别 说起来我好像没有讲过两种思葵的毒性啊 加鹏思葵的LD5是为静脉0.55到2.0 由于早期西角思葵是加鹏思葵的亚种 一些加鹏思葵的毒性跑分是用西角思葵测的 我对比了一下两种蛇的毒液组成 其实差距不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视频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结果拳头们是瞎编的数据 首先单位都没搞懂 他想表达的致死量其实是LD50 LD50单位是毫克每千克 他这里只有一个毫克 一上来就错了 虎蛇这个数据是没毛病的 沙漠角盲可还行 应该是沙漠角葵 这个0.1是瞎编的数据 角葵的LD50是静脉0.9 血压开始升高了啊 哇银环蛇居然对了 非洲素蛇这个0.07是静脉注射 另外这个图是瘦蛇数的 不是非洲素蛇 这个0.06也是静脉注射 图也不是虎斑香尾蛇 虎斑香尾蛇是长这样的 比较憨 这图是红腹一傲蛇 这个0.05是瞎编的数据 这个是瞎编的数据 距林盲可还行 应该是距林葵 我严重怀疑这个营销号 是不是不认识盲和葵这两个字 哦对了 这个数据也是瞎编的 这也是瞎编的数据 这图是拆花圆猫头腹 依旧是瞎编的数据 这图是灰蓝扁尾海蛇 脑背过侠了 10个数据里面6个瞎编的 两个乱用的 正确的两个估计是踩了狗屎蒙对的 这是一条深燃 好像是车主上车时没发现它 开出去之后 这条深燃就开始乱爬 这是相当危险的 你想想 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冒出来这么大条蛇 要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话 直接起飞了 这哥们还挺勇的 这种时候还不忘拍视频发朋友圈 这是橄榄剑尾海蛇 是一种大型海蛇 最大可长到1.75米 这种海蛇的毒液也是比较特别的 除了强烈的神经毒性外 它还有直接的剩毒性 其他海蛇一般靠肌肉毒 造成横温肌溶解引发肾损伤 而橄榄剑尾海蛇 可以直接造成肾损伤 是不是很牛逼 这种海蛇的情况下 张家港截获四米活体眼镜王蛇 这是最近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槽点 最大的槽点就是说 这里眼镜王蛇有四米长 我估计量都没量 按照自己的感觉随便过了个整数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提到过 当我们以第一视角看到大蛇时 那种视觉冲击会让你很震撼 在这种情况下 目测很容易高估蛇的长度 我们拿一条真正的四米眼镜王蛇 来对比一下 差距是很明显的 所以张家港截获这条眼镜王蛇 是肯定没有四米的 我估计在2.5米左右 然后就是有些媒体 在报道的时候说 这是外来入侵物种 我也找了很多 关于这个新闻的视频报道 很多还是说的外来活体眼镜王蛇 这样说是很正确的 但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就比较扯了 因为眼镜王蛇属下只有一个种 不同地方会有一些体色差异 但它始终就是一种蛇 并不能说是外来入侵 也不是说就可以把它放生 它毕竟是外来动物 说白了你就是外国来的蛇 不应该在我们中国本土野外生存 所以送到动物园可能是它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也讲一下中国眼镜王蛇 跟国外眼镜王蛇的一些差异 首先就是体色上有一些差异 然后就是体型 国内的眼镜王蛇普遍比国外的要小 因此毒液量也比国外的小 但中国的眼镜王蛇毒性是最强的 中国眼镜王蛇的神经毒含量更高 整体的咬伤表现 我个人认为是所有地区眼镜王蛇里最厉害的 把中国眼王流逼打在公屏上好吧 这好像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好了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谁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大不足 赶紧上点加关注 我看也就两块瓷砖多一点 一块瓷砖算你60厘米 最多一米五不能再多了 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视角看到大蛇时目测长度能有多离谱 这条蛇特征很明显 是赤锋锦蛇 没毒的 它还可以长得更大 我一般是不讲死蛇的 但这种蛇没有粉丝拍到活体的视频 只有将就一下了 这是一条金花蛇 是一种后钩牙微毒蛇 它有个俗名叫飞蛇 顾名思义就是 可以飞 首先它们会爬行到高处 压缩肌肉将身体变得非常扁平 然后瞬间发力将身体弹出 就可实现在空中短距离滑翔 它们甚至可以通过摆动身体 控制飞行方向 以求准确到达目的地 是不是很神奇 把神奇给金花蛇打在公屏上 哇 儿子我碰到一条蛇 这是一条菜花蛇吧 哇 天哪 这个好大 这什么蛇 给我判断一下 这是很毒吗 哇 这个蛇好长 它在走了 哇 哇 走 这是菜花圆猫头腹 非常漂亮的体色 看起来还挺大的 它跟国内最近发现的新种 秦皇锦蛇长得很像 两者主要的区别在头部 菜花圆猫头腹 作为巨毒的奎科毒蛇 是典型的三角头 而秦皇锦蛇是无毒的锦蛇属成员 头型是椭圆的 注意看这条蛇背部龙气非常高 身形细长小圆头 毫无疑问 这是乌骚蛇 是全黑的体色 一般乌骚蛇或多或少都会带点条纹 这种纯黑的是相对少见的 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也没有多稀奇 还是经常会有 欢迎来到小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带着你的好奇心 咱们一同来认识一下 这个和评图哥 齐名的狠角色 蛇旧 蛇旧主要是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这里可拥有两个大毒物 香尾蛇和黑漫巴 香尾蛇什么时候跑到非洲去了 蛇旧还有一个霸解的运物 叫做蛇蛇旧 它专以毒蛇为食 你还别不信 仔细看着画面 蛇旧的脚下 就是一条黑漫巴 时刻 它正不无情地踩得在 黑漫巴的身上 这是条假蛇 你看前面还有一根线 这是饲养人假蛇的 模拟蛇旧 咒蛇的场景 说起来我第一次知道蛇旧 还是记录片里的这个片段 一条古富斯奎 刚刚牛逼哄哄地 逮了一只耗子 就被蛇旧盯上了 啪啪啪啪 三两下就被踩扁了 点心的摔不过三秒 那么问题来了 普遍以毒蛇作为猎物的捕食者 或多或少对对蛇毒具有抗性 比如蜜欢 猛鸽 蛇旧作为捕蛇达人 你应当也有很强的抗性 对不对 但最新研究表明 蛇旧的以仙胆讲受体 并没有抵抗神经毒结合的变异 也就是说 蛇旧对神经毒是没有抗性的 抗性可以理解为游戏里的课金装备 可以百分比大幅度降低蛇毒伤害 抗性越强 受到的伤害就越低 没有抗性的动物就相当于平民玩家 是完全比不了的 蛇旧作为经常捕食毒蛇的杀手 没有抗性 就意味着一旦中招 就有挂掉的风险 俗话说 藏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既然无法抗毒 那就避免被咬 蛇旧的大长腿使得 它可以居高临下 极佳的势力将蛇的一举一动 看在眼里 腿上厚厚的角质鳞片 也是一层物理防御 再加上敏捷风骚的走位 这些先天条件时的蛇旧 没有进化抗性的选择压力 也就是说 它不需要进化出抗性 是不是很拽 首先我们要知道 艾基特林海蛇 是指的哪种海蛇 维基上说 艾基特林海蛇 是青黄海蛇的别名 青黄海蛇是长这样的 它这张图是灰蓝别人为海蛇 在所有的蛇类中 海蛇是毒性最强的一类 而艾基特林海蛇 这些是半黄扁尾海蛇 更是最毒的海蛇之一 生活在海洋里的它 那是海里的温神 这是灰蓝扁尾海蛇 它张着一张大嘴 这是半黄扁尾海蛇 体系长 好端及尾侧扁平 这是灰蓝扁尾海蛇 这也是灰蓝别人为海蛇 比眼镜王蛇还有的 恭喜眼镜王蛇又成了毒性单位 这还是灰蓝别人为海蛇 视频都讲完了 一个素材都没用对 至于咬一口十分钟死亡 这个纯书扯淡 目前文献报道的海蛇咬伤 最快死亡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也很快了 来兄弟们送分体 大声告诉我 这是什么蛇 没错 这是我们的老熟人 黑莓锦蛇 非常漂亮的花色 脾气也是非常暴躁 我很喜欢 这是眼镜王蛇 不是网纹莽 这条眼镜王蛇从身材比例来看 至少得有三米以上 而这条网纹莽就小得抠脚了 典型的暴打未成年 眼镜王蛇捕食的网纹莽通常比自身要小得多 偶尔会见到差距不是太大的情况 但眼镜王蛇在体重方面始终会占据优势 因为捕食网纹莽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眼镜王蛇通常会冲上去咬住网纹莽疯狂注毒 有的是咬一口就跑 但一般来说是跑不掉的 因为网纹莽会本能的反击缠绕 所以条比自己小得多的对手是眼镜王蛇给自己上了保险 只要眼镜王蛇足够粗壮 可以承受住网纹莽的力量 他就可以硬扛绞杀 等待神经毒发作将其麻痹 麻痹后的网纹莽无法发力 只能败下阵来 我看过很多眼镜王蛇捕食网纹莽的视频 发现两者的蚕豆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按理说眼镜王蛇的毒液发作速度 不应该这么久对不对 那网纹莽是不是有抗毒能力呢 根据最新研究表明 网纹莽的乙线胆检受体也没有抵抗神经毒结合的变异 也就是说 网纹莽也是在硬扛神经毒 但还挺能扛的 明显比我们人强多了 这说明都是平民玩家的情况下 爬行动物比哺乳动物的装备更好 基础抗性更高 虽然小网纹莽时常被眼镜王蛇捕食 但并没有进化出抗性的选择压力 换个角度思考 我们站在眼镜王蛇的立场 逮网纹莽一次不仅要耗费很多毒液才能把它毒倒 还要硬扛绞杀 甚至有被反杀的风险 虽然眼镜王蛇被反杀的例子不多 但还是有的 比如这张照片的眼镜王蛇就被同归与尽了 你们光看这张图可能觉得这条网纹莽很大 其实这是特殊角度拍的 还有一个正常视角拍的 这条网纹莽要小得多 但缠住头部还是将眼镜王蛇给反杀了 相比之下我去打一条滑鼠蛇不香吗 我去打一条黑美景蛇不香吗 所以眼镜王蛇不是网纹莽的频率应该不是很高 没有对网纹莽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是一条20米的大蟒蛇 错把这辆面包车当成了猎物小杀 面包车里的司机 此死踩住油门奖要逃离 最终蟒蛇与车同归于尽了 还好司机没有受伤 真是有惊无险 这我们就得看一下原视频了 仔细听人群的声音都是说的中文 所以这是在国内拍摄的 这条手的花纹很像网纹莽 而且尾巴和身体的粗细非常不协调 所以这肯定是一条百年难得一遇的 基因突变的 经过核辐射的超级变异网纹莽 这种变异的网纹莽有个非常霸气的学名 叫道具蛇 通常出没于拍戏的地方 在展览片中比较常见 一般的剧主里是见不到的 你们听 这位小姐姐多卖力 还没开始拍来就开始喊 而且喊得特别大声 导演这不必须夹起腿 好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谁一定要远离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三连转发加关注哦 这是我们的老俗人黑眉紧蛇 没读的 咋这么想不开往国里跑呢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啥烦心事跟我闹一闹啊 我敢打赌弹幕绝对有一堆人说这是银环蛇 恭喜你们 答错了 这是眼镜王蛇的右体 说过好多遍了 密集的倒三角环纹 是眼镜王蛇的标志性特征 这条蛇应该是骨折身体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宽 很多蛇在受到威胁时都有骨气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大 更凶狠 以达到恐吓敌人的目的 这是中黑锦蛇或者赤锋锦蛇的右体 这两家伙小时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让人傻傻分不清 他俩都是没毒的 不用怕 虽然视频很模糊 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条黄斑鱼游手 又来一个蹲厕所的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蹲厕所 就让你们好好交流一下吧 喂 是梅哥吗 咋的了 哎呦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哪里拉了 你蹲厕所难道不拉吗 我不拉呀 少吹牛逼了你能不拉 人家是小仙女呢 怎么会拉呢 哎呦 我那个距离是母的呀 是啊 咋了老黄 我寻思我是公的 看你上厕所不太好吧 没事的 人家没有拉 哦 那你蹲厕所干嘛呀 吃东西 哎呦 老门 你这口味比我还重啊 这排名是哪里来的 咱们搜一下这个世界十大毒王啊 卧槽 还真有啊 黑漫巴还真的在第十 这排行榜也就土一乐 你开心就好 你是不把我眼镜王蛇放在眼里吗 黑漫巴的最快移动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 而且只能跑很短的距离 而且只需两滴毒液就可以致人死亡 更可怕的是 不管在任何时候 黑漫巴的毒牙里都有20滴毒液 人类一旦被它咬到 几乎百分之百的死亡 黑漫巴死亡率确实很高 但是远远达不到百分之百 这是两条王警蛇 让人难以理解的六蛇行为 仔细看左边这条肚子还是鼓的 刚进时不久就被拿出来这样折腾 地上还是湿得脏兮兮的 显然 它不像是在对待自己的宠物 它根本就没有把这两条蛇当宠物看待 有人可能会感叹这是一个怎样的矛盾个体 你想多了 就只是单纯的搏流量罢了 蛇只不过是这些人手中的工具 为了流量 别说六蛇了 让蛇相互拼杀打斗的比比皆是 你看现在有多少拿各种蛇去跟牛蛙打架的 还不是因为搏到了眼球 尝到了甜头 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模仿 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美啊 美 这不是有个猫的吗 我把我见到去 散哉散哉 估计又是蛇场开不下去了 到处放生的 也可能是迷信某些说法 专门买来放生求大运的 不管出自什么原因 这种大规模的放生都是违法行为 而且很可能对当地生态造成影响 视频实在是太糊了 看不清蛇的种类 我估计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眼镜王蛇 因为它看起来很粗 恰恰相反 咱先不谈身上的花纹 这个长度的眼镜王蛇压根就没这么粗 眼镜王蛇小时候是细得抠脚的 从体态上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条周三眼镜蛇了 这是感染剑尾海蛇 上一期才讲过的 它除了神经毒性外 还有直接的肾毒性 很多人就把它跟元帮奎联想到一起 其实海蛇咬伤的症状都差求不多 绝大多数海蛇都是神经毒性与基毒性的组合 基毒性就意味着恒文基溶解引发肾衰竭 很多重症的海蛇咬伤都会同时出现呼吸衰竭和极性肾衰竭 所以肾衰竭也没有多稀奇 对海蛇来说就是基超物流 海蛇的毒液并不复杂 但与陆地蛇差别很大 很少有陆地蛇同时拥有强效的神经毒和肌肉毒的 这也是陆地蛇学倾就至海蛇咬伤效果很差的一大原因 提起蛇很多人都不寒而栗 很多人都说最毒的蛇是海蛇 但是有许多蛇比眼镜王蛇厉害 今天就介绍一种蛇类金刚王眼镜蛇 金刚王眼镜蛇可还行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 泰国南部及印度 金刚王眼镜蛇之所以如此恐怖 它们巨大的体型和猛烈的毒性 和凶悍的攻击性以及敏捷的速度 尽管金刚王眼镜蛇的速度 不能与黑曼巴蛇相提并论 但是在眼镜蛇科之中 它们却是小脚者的存在 你还别说 还真有金刚王眼镜蛇的百科词条 它说金刚王眼镜蛇是眼镜王蛇的泰国亚种 然而眼镜王蛇是没有任何亚种的 这只不过是网友瞎编的词条罢了 根本就没有金刚王眼镜蛇 它其实就是指的眼镜王蛇 而且它们还是眼镜蛇科中 少数可以喷射毒液的恐怖杀手 这也是百科上瞎编的词条 能否喷毒要看牙齿的开口结构 眼镜王蛇的牙齿结构是喷不了毒的 金刚王眼镜蛇在喷射毒液之前 会令自己的头筋膨胀 然后整个身体直立起来 直立的高度因蛇而易 一般可以达到1.5米高到2.5米高 将继续好的毒液瞬间喷射出5米开外 人家明明写的喷1.5到2米 你直接改个喷5米 果然营销号为了博眼球 怎么夸张怎么来 而且他们在喷射毒液的时候 会锁定猎物的眼睛部位 下手又准又横 即便是没能射中猎物的眼睛 如果皮肤沾染上了 却没有及时处理 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 若是人类这种没有体毛保护的动物 甚至会导致皮肤腐烂 你的毒液是硫酸还是啥呀 还腐蚀皮肤 What the fuck 金刚王眼镜蛇的食谱很广 包括鸟类 巨齿类 来 小姐姐跟我练 猎齿类 巨齿类 猎齿类 猎猎猎 巨猎猎 巨你妈巨 和其他小型的蟒蛇 以及其他各种毒蛇 在自然环境中 金刚王眼镜蛇是没有天体的 因为金刚王眼镜蛇的毒液非常珍贵 价格比黄金高出了二十多倍 好了 别关注他了来关注我吧 这营销号标题写的可以毒死大象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毒蛇真的可以毒死大象吗 大象那可是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 蛇毒真的有能力放倒如此巨大的生物吗 首要问题是 毒蛇是怎样刺穿大象厚厚的皮肤将毒液输送进去的 虽然案例不多 但确实有大象中毒甚至死亡的报道 不只是大象 溪流也有 曾经有一头溪流被古腹四溃咬伤后死亡 它的前肢出现了大范围的坏死 这些案例足以证明 毒蛇是可以让大象溪流中毒的 可能是攻击的较为薄弱的部位 既然可以让其中毒 那要多少毒液才能毒死一头大象呢 这我们就得分析不同动物的敏感程度了 这是黑曼巴黄金眼镜蛇 以及古腹四溃毒死不同哺乳动物所需要的剂量 可以发现黑曼巴和黄金眼镜蛇 都对大体中的羊 猪 人 马 毒性明显更强 其实很多毒蛇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我们从实际案例触发 我们知道曾经有古腹四溃毒死了溪流 那么假设溪流体重为一吨 古腹四溃排除了历天的300毫克毒液 那么古腹四溃对溪流的致死量就为0.3毫克每千克 也就是说 古腹四溃对溪流的毒性比这里任何部入动物都要强 按照这样的趋势 假定黑曼巴对大象的致死量为0.05毫克每千克 那么毒死三吨重的大象就需要150毫克毒液 这超过了黑曼巴的平均排毒量 需要较大的黑曼巴才能排出这么多毒液 所以 只要毒液能够从薄弱部位注入 毒性强且毒液量较大的时候 都有毒死溪流大象的可能性 但要注入非常大量的毒液才行 好了 保持经历之心 看到是一定要远离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 三连转发加关注哦